在船尾掏出一个大洞,为何船体却不会漏水,还能正常远洋航行呢? 其实正是因为这个洞的存在,才让轮船拥有了充足动力 在现代轮船的设计中,往往会使用螺旋桨为轮船提供动力 而螺旋桨则是需要依靠船动轴来带动旋转 此时主机就会被安装在船体内侧,但螺旋桨却要被装在轮船外面 想要将螺旋桨和主机连接在一起,就必须穿过空心船体 而此时,在船尾掏上一个大洞显然是最方便的做法 不过也有人好奇,在船尾掏出一个大洞,难道不会导致船身进水吗? 其实并不会,不管是什么交通工具上的发动机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证密封环境,否则任凭水流进入其中 那么发动机自然无法运转,这一点和汽车的发动机原理是大致相同的 因此在设计轮船发动机时,设计师往往会将活塞设计的,比气缸体积稍小一些 通过气缸盖的辅助,使人游进入气缸内部后,能在气缸内进行燃烧膨胀 高活塞被能量推动后,整个装置就会开始循环往复的工作 而在不断排气和吸气的过程中,水流自然无法进入其中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轮船的设计就会发现,螺旋桨处的空心大洞 并不会直接连接到内部的空心船体,因此漏水这件事自然也就不存在了